上海細博滿月,醜態百出 細博一個月來,進遣中國人的醜態, 南用原方設施最普遍。 像這種免費給3歲以下小孩用的嬰兒車, 可以直接由綠色通道入場, 不少帶著5、6歲兒子的家長都租車, 這樣就可以避過排場隊。 最離譜的是連10歲大的小孩都塞下車。 不僅嬰兒車、殘障或高靈人士, 可以租輪椅同用快速通道, 但有四肢健全的人扮殘障租來用, 被開排隊人潮。 做不到的就會像他們那樣直接打尖, 完全不守秩序,最重要是自己方便。 插隊看完場館出來,外面又熱又累, 自然要好好睡一覺,懶得理人家怎麼看。 除了參觀民眾,細博義工也損害當局形象。 5月4日就有粗魯的義工, 拍壞本港瓦士記者的攝影機, 最後在公安調停之下答應賠償。 而前日在細博文化中心, 因為派發韓星演唱會門票引發的人踩人事故, 細博主辦單位否認有少女跌死, 說只是有十多人中暑和擦傷, 令Super Junior的演唱會都取消了。 日本超人戲組合SMAP, 本月中將舉行細博演唱會, 不少內地歌迷擔心會再出現混亂。 日本領事館已要求細博改變派飛方法, 確保遊客安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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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